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看好的鹿到鹿角淘汰上海上港与杜海乐此前八战全胜 赔率为6.5 稍稍落后于天津全剑的6.0 全北现代的赔率为7.0 不仅让人怀疑这博彩公司是要给全剑一杯毒鸡汤吗?天津全剑在中超联赛凭借着1.0 小胜几乎已经确定要降级的贵州横峰 让自己的联赛排名从倒数第五上升到联赛第七位 目前暂时还没有逃离降级的可能 赛季出 天津全剑的三外援莫德斯特 维特赛尔 帕托战力惊人 凭借着三人的高效发挥 让他们在亚冠淘汰赛中战胜广州恒大 不过 随着外援维特赛尔的出走 以及莫德斯特的把逊风波 天津全剑为独在依靠着帕托的支撑 其战力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联赛中0比5惨败广州恒大 面对宝级队也 只能一比0小胜 如果不是怕拖的进球状态保持得很好 天津全剑可能真的已经成为保机队了 天剑全剑将在8月28日与9月18日对阵路倒路角 如果取胜将会面对韩国球队全北现代与水源三星的胜者 可谓赛成艰难 想想上海上岗与广州恒大 面对日韩球队也只能小胜或保平 现在实力明显被削的全剑很难接在连面对日韩球队的挑战中获胜 昨天 全剑因为堵车的缘故没能赶上去日本的班机 因此只能在今日前往 只提前一天到达日本的他们又将增加途中的疲劳度 可谓是乌路偏逢连夜雨 不过 作为唯一一支代表中超出战的球队 我们还是希望天津全剑 能够克服重重困难 创造奇迹 给球迷们一个惊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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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